公元316年冬天,寒风呼啸,大雪纷飞,汉召国都平阳皇宫,一场国宴正在举行,大臣们猜拳行令,气氛热烈,一个16岁的少年男子正在给宾客端水,倒酒,一脸的谦卑,他身高七尺,相貌堂堂,却要强颜欢笑,此人不是别人,正是司马懿的后代,西晋最后一个皇帝,晋敏迪司马懿。 当时的西晋,已经亡国,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他想委屈求全,保住自己的性命,这才做自己不情愿的事,现实再次给了他沉重一击,两年之后,晋敏迪还是死于非命,其家人也惨遭杀戮,全族晋灭,虽然说古代政治是残酷的,改朝换代大都半岁有血雨腥风,但是在此之前的改朝换代并没有那么血腥, 东汉末年,曹丕开了个好头,用善让的方式,完成政权更替,下台的皇帝能得以善终,比如汉县帝善让后,当了山羊公,前有车,后有辙,司马炎夺取曹魏政权的时候,也是采取同样的方式,曹魏最后一个皇帝,曹焕善让后,享受了很高的待遇, 比如可以使用跟皇帝一样的车架,上书不称臣,给司马炎上书的时候可以不称臣,接受圣旨的时候可以不跪拜 到了晋敏帝这种境况,前皇族的下场太反常了,那么,司马家族究竟是得罪了谁? 司马炎夺取曹魏政权时,也采用了类似的方式,曹魏末代皇帝曹焕善让后,仍然被赐予尊容,能够驾用皇帝的车架,上书不用称臣, 甚至在接受圣旨时都不必下跪,然而,当西晋陷入衰落,晋敏帝司马炎的处境却远非正常, 他的前皇族家人,遭受了无法言喻的命运,不再享有一丝皇室的荣耀, 这是一个充满戏剧性的历史故事,一个年轻皇帝的命运,被时局和权谋交织,编织成了一幕悲剧。 在这寒风中,晋敏帝司马炎的故事,成为了古代政治残酷与家族沦陷的鲜活写照, 一段历史的伤痛,永远铭刻在了那个少年皇帝的心头, 三国时代,江山更迭,权谋纷争,正统与非正统的较量,在历史舞台上上演, 每个皇帝都承受着沉重的政治压力,刘备,中山靖王之后拥有一脉正统, 但他在国力不足的情况下,只能谨慎行事,最终被曹魏吞噬, 而曹魏夺取政权,确实充满了非正统的因素, 袁绍在他的习文中,曾如此评价曹操, 赘因遗仇,本无异得,票角风邪,耗乱乐祸。 曹操来自宦官世家, 他的手段狡诈,喜欢制造混乱,对他的执政方式也充满争议, 在袁绍看来,曹操是一个典型的乱国之臣, 然而,由于邪天子以令诸侯,他逐渐篡夺了汉朝的政权, 成为三国时期中国最强大的势力之一。 与曹操齐名的是他的智囊,司马懿,司马懿竟于军事和权谋, 但与曹操相比,他更善于忍耐和谨慎,以至于连曹操父子也被他欺骗。 在曹操和曹植争夺太子之位的时候,司马懿多次为曹操提供策略, 而曹操却浑然不知,即使曹操曾梦见三匹马在同一个草中吃草, 但因为司马懿过于低调,曹操没有下定决心铲除他, 司马懿的能力也在曹丕,曹睿和曹芳临终时得到了证实, 他们都选择了司马懿作为顾名大臣, 曹操虽然是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但他的家族衰弱。 曹丕之后,曹家的统治能力逐渐减弱, 相比之下,司马家族在三代内都充满了政治和军事才能, 包括司马昭、司马师以及司马炎、司马昭之子, 都是全能的政治家和军事家, 在曹丕的统治时期,司马懿已经成为曹魏不可或缺的统帅, 如果没有司马懿,诸葛亮的北伐可能会成功, 有了他,曹魏能够稳定地对抗西蜀,东吴和辽东, 国力蓬勃发展,在司马家族的掌控下, 曹魏的权力逐渐削弱, 而最终的高平陵事变导致了曹方的废除, 曹毛成为傀儡皇帝。 从此以后,司马家族主导了曹魏,迎来了新的时代, 国家更迭只是事件问题, 然而,政权更迭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 充满了血雨腥风,高平陵事变铲除了曹爽等人, 曹魏的第四位皇帝曹毛, 甚至被司马昭派遣的武士斩首, 司马懿的果断和冷酷, 使其比曹操和董卓更加强硬, 尽管他们也无法下定决心弑军, 称王败寇, 老百姓最终关心的是, 新的统治者是否能够带来安定和繁荣, 司马延即位后, 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以恢复国家生产和发展经济, 减小贫富差距。 旧纪弱势群体, 创造和谐社会, 他亲自领导大臣下地劳作, 推动农业生产。 此外, 他采取了多项政策, 鼓励土地开发和水利建设, 吸进国内和平繁荣, 人民幸福, 使得天下太平, 国家税收均衡分配, 人口数量一直是政权兴衰的一个标志, 而司马延统治时期, 中国的人口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 为了维护和改善人民的生活, 司马延还制定了法律, 普及法治教育, 以加强国家的法治体系。 然而, 司马延的晚年政策出现了问题, 由于年事已高, 他的头脑开始昏昏沉沉, 导致政府腐败和官员之间的党派斗争。 最终, 他的成就被后来的政权动荡所埋没, 司马延的儿子晋慧帝司马忠继承了皇位, 但由于司马忠的智力问题, 他在即位后并不能有效地执政, 而是需要太父杨俊的辅佐。 司马延去世后, 晋慧帝开始进入政治舞台, 但很快显露出政治能力的不足。 与此同时, 晋慧帝的皇后贾南风开始干涉朝政, 展示出对权力的渴望, 由于晋慧帝的智力有限, 他不了解民间的疾苦, 不顾百姓的生计, 只是出人意外地提出了 和不食肉迷的荒谬言论, 这一言论引起了广泛的不满, 因为他完全忽视了百姓的艰苦生活, 百姓饱受困苦, 饥饿肋, 甚至有人被饿死。 贾南风则在朝廷上大肆挥霍浪费, 导致朝政混乱, 社会动荡, 高平临政变中, 司马懿族灭了曹爽, 及其亲近的同党五千余人, 其中就有个叫还饭的人, 其出身乔国桓氏。 东晋时期的权臣桓凯, 桓浩,桓仪,桓温,桓玄, 都是桓范的后人, 桓范被灭族使, 其族人有逃出来, 东晋所有的皇帝都是傀儡, 完全靠世家大族支撑, 桓氏家族逐渐在东晋强大起来, 桓温靠平定蜀地于北伐建立了权威, 掌控了东晋朝政, 他废除了皇帝司马懿, 另立司马玉为帝, 视为晋简文帝, 桓温罢免了武陵王司马熙, 及其两个儿子的官职, 把新菜王司马晃, 废为树人, 桓温的树子桓玄权杀死快鸡王司马盗子, 及其子司马元显, 还杀死了宗氏司马上之, 桓玄还逼迫晋安帝, 让位于自己。 桓玄是东晋历史上第一个废帝自立的人, 但很快被刘宇击败, 后兵败被杀, 桓范被司马懿所杀, 司马家族得罪了桓氏家族, 桓氏的后人又把东晋搅得一片混乱, 还杀死了不少东晋宗士, 前人种因, 后人承担, 曹氏家族, 两汉以孝治国, 以道德为选拔人才的第一标准, 道德在当时的社会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 哪怕是尔虞我诈的官场, 也有道德作为最后的底线, 但是司马家族夺取政权的整个过程, 已经完全把道德踩在了脚下, 曹爽当权时, 并没有对司马懿赶尽杀绝, 只是希望司马懿不参与朝政, 但司马懿在政变中用欺诈的手段足灭曹爽, 许诺曹爽富贵之后, 又违背誓言大开杀戒, 一连杀了曹爽及其同党五千余人, 用残酷的杀戮来打击政敌, 改变了政治与官场的游戏规则, 司马懿赐死楚王曹彪, 司马施费裂皇帝, 司马昭氏君, 都是为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 无所不用其极, 司马氏就是用非常规的残酷手段, 抢夺了曹魏的江山, 当然就得罪了曹氏家族, 司马家族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做法, 不仅适用于外人, 就连本家族的族人也不例外, 八王之乱就是最好的证明, 一群司马家族的亲戚为了争夺权力, 丝毫不顾及亲情, 道德与颜面, 兄弟, 叔侄, 同族之人相互残杀, 这就是司马家族的传承, 所以当有机会, 这些同样的手段就被人用在了司马家族身上, 整个北方汉人, 由于司马家族一再犯错误, 导致了华夏民族严重的后果, 甲南风乱正, 八王之乱, 五胡乱华, 再加上晋朝残酷压迫少数民族, 当晋朝衰弱之时, 胡人开始报复, 导致了整个北方数百万汉人被杀, 更多的汉人, 则是一关难度到长江以南发展, 这样的结局, 是司马家族一手造成的, 司马家族得罪了整个北方汉人, 造成了持续数百年的大乱事, 差一点就导致汉人的绝种亡国, 当司马氏的后人被夺权之后, 根本不会有人同情他们, 反而会有大量的人因为怨恨而落井下石, 这就是因果循环。 通过来的两天吗, 对我来的那天,